今時今日去東京除了購物之外 一大群朋友租一輛露營車 去富士山玩個圈 絕對是一個難忘的體驗 我們今次租了德國際四人露營車 平日的租金就27,000日圓 還包括保險 四個人除開 平均480元就可以睡一晚 隨時抵玩個住酒店 日本人有個習慣 入屋就要脫鞋 所以你無論上露營車 其實都要脫下自己的鞋 放在車內的膠袋 才可以上車 這輛特點是可以給你洗澡 但是因為日本人太愛乾淨的關係 就不可以在這裏 在這裏 不過沒關係 其實周圍附近的露營車 更舒服 在這裏洗澡 因為好像我這樣 整個人站進去 如果你拉到門 你想轉身 整個三分波都轉不到 我也不知道怎樣可以在這裏洗澡 車尾就有一個摺疊式的雙人床 軟身的床褥 下面就可以擺行李 擋風玻璃就有拉簾 晚上睡覺 也不怕走光 私隱度十足 有兩張床 其實就隱藏在車頂 就要爬梯 一下子推上去 啊 對了 最特別的就是 這個是一張床褥 是軟軟軟的 如果你兩打一勢在這裏睡 其實都沒問題 車身還可以好像變形金剛那樣 變身 打開天幕擋雨 夏天就有燜醬 冬天就有暖氣 好 那露營車最開心呢 就是一大群人 Happy Share吃東西 有兩個用明火 煮食的爐 還有一個水龍頭 就讓你煮飯就在這裏了 那租露營車呢 最好就要找回一些 有充電位的營地 這樣呢 這輛車為例 就充10個小時的電 就可以充滿了 租車店隔壁就有大型的超市 和露營用品店 隨時都可以掃貨 環車就有在相同的地點 記得入門有 柴油價每公升就大約120日圓 在道路上的速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可以乘搭的速度 保險有最高的賠償額 10萬日圓 如果想多一層保障 也可以加多2700日圓一天 那就沒有上限了 運動也很容易 這裏是車輛 乘坐的感覺 職員就說這款露營車 有私家車的國際車牌就可以駕 好似小巴10座以上的露營車 才需要巴士牌照 出發前就可以電郵查詢和預約 最好就兩個星期前 即場現金付錢 日本人就非常講究信用 不可以走數 三天兩夜環富士山的路線 應該怎樣玩 就留意另一段動新聞 在急速的城市中生活 我們總有重頭自然的一刻 探索更廣闊的世界 我們需要更廣闊的選擇 功能和時尚都可以自由配搭 展露個性 用心裝備自己 走好每一步 下一個旅程 已在你掌握之中 打掉 兩夜 允嚇